花蓮宜兰数位机会中心和宜兰以及花蓮教育处合作办理小摄影师的三个大梦 用镜头像世界来问好摄影增见活动 连续办理了七年 今年一共有416件投稿 选出了94件得奖的作品 即日起是在松原别馆展出一直到12月12号为止 也欢迎民众前往观赏小朋友眼中的镜头世界 连续举办七年的小摄影师的三个大梦 透过相机募集、摄影课程及举办摄影展的方式 让偏乡学童透过摄影发挥创意 今年摄影主题以孩子们日常生活为主 分为我的家、我的世界 感动于瞬间及生活中最重要的小事 多过相机拍出疫情时代下的生活样貌 小摄影师的三个大梦是我们第七年办理 那今年的作品也达到第一名最高 总共有416件的作品 所以今天在座的小朋友都非常的棒 非常的运汗 能够在416件的作品中拖引而出 所以各位小朋友是不是给失举结束的表现一个掌声呢 你必须要耐用等待而且善于观察到身边当中 光线的表面、人物的表情 然后各种各种细腻的细节里头就带来一个情感 那很感动就是在这么沉闷的环境里头 然后小朋友拍出了非常非常多精彩的照片 刚刚跟评审苏巴老师讲 他很辛苦的看了四次来播这个作品 他说一点都不辛苦 他觉得很疗愈 那也谢谢小朋友用你们最有创的精神 跟你们的直觉 跟你们的生活上面的观察 带给我们这么丰富的视觉的想念 这次摄影展共收到400多件参赛作品 最后选出94件优选与佳作 小摄影师的三个大梦 即一起在华联松原别馆展出至12月12日 得奖作品同步于华联县府教育处 华联县资讯科技竞赛网 与华联特色教育展示平台线上展出 也欢迎民众到宜兰县华联县数位机会中心 粉丝专页留言鼓励小小摄影师们 接着讲帮演华联士报导